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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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到了抗战时期 蒋介石第一个就想到 邀请白重启北战共同抗战 并让他担任统帅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 主持制定抗战计划 并提出对了日军作战的六条指导原则 展开全文和英心 蒋介石 白重启并且提兼闭兴野 交土抗战 发展游击战 配合 正规战 机晓胜为大上 以空间化